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7月19日 今天是星期五 繼續來到星期五的時間 香港時間的晚上 我們繼續和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這個叫做微軟 懷疑是出事 嚴格來說 出事的不是微軟本身 不過跟微軟 是有很大關係的 所以你說是微軟出事 也不可以說完全錯了 因為這間公司叫Kalstrike 專門做防毒軟件 竟然 導致全球 Windows系統全部癱瘓 香港的情況相當之惡劣 據說 香港機場 全部都是用微軟系統的 有大量辦公室電腦 出現藍色畫面 全部不能夠正常運作 導致 香港 出現史無前例 那麼大的混亂 所以香港是一個很虛偽的地方 香港的政府官員 每樣東西都跟你說 說要反美國的 結果 原來 整個香港 其實大家都知道 整個香港都是美國貨 又有蘋果 又有iPhone 又用Microsoft 又用Windows 總之 每樣東西都是跟逐美國 這個就是虛偽的香港 結果這次 微軟系統出事 導致 四周圍大受影響 簡單來說 就是 他們全部的電腦全部都用Windows系統 結果 全部開不了機 等於不能夠用電腦 繼續工作 導致平時 社會的系統是全面癱瘓 更加有趣的是什麼呢 是竟然香港政府 有正經事不做 漏夜又發聲明 不過這次 是傍晚時分 傍晚時分 最新 香港政府又就住 是美國公司微軟 系統故障又發緊急聲明 整件事就是令人想起 香港只是懂得抽水的 有正經事就不做 如果你真的有搞過IT 又說搞什麼科技中心 AI中心 第一件事就不應該 香港那麼多人是用Windows 經常說美國很可惡 連律政司也說 美國是 技安 然後 保安局局長說美國是黑社會 黑社會公司 Windows 你們全部都用 即是你們都是黑社會 香港政府說什麼呢 香港政府說特別高度關注微軟系統故障 就著今天 7月19日 微軟系統出現 大規模技術故障 特區政府表示高度關注 並且已經派了 政務司副司長 負責監察有關情況 有什麼事情是你們懂得可以監察的呢 政務司副司長已經要求 各國政府部門 密切監察 其 負責的範圍的動態 準備隨時 要作出應變 如果有任何問題要立即回報 政務司副司長 也會按情況作出指示 有什麼 是政務司副司長 可以監察到系統 作出應變的呢 其實一句都說了 當你 全部電腦系統全部用了Windows Windows有單機的話 你是沒有東西可以做的 聲明繼續說 政府系統現在 正常運作 沒有收到部門有關其系統 的事故報告 蠻好笑的 機場管理局算不算 機場 是陷入癱瘓的 有大量的人 報料 揭示 香港國際機場 是前所未有的大癱瘓 就是因為 大部分的機場 都是使用 電腦都是使用 微軟的系統 就是Windows 當然Windows仍然是當今 是電腦平台 即是OS 即是operating system 裡面仍然是最大多數的 根據統計 微軟的operating system 即是Windows 仍然佔了整個 全世界 電腦裡面的OS市佔率 佔了70%多 走到今天 香港 自己政府都還未換完 微軟系統 因為以我所知 政府部門 幾乎所有的電腦 全部 都還在走Windows 而且還要走 舊版的Windows 即是說 香港政府 隨時會面對癱瘓 如果 所謂美國佬是在玩玩的 還好意思 是 漏夜又發聲明 說要出來應變 還說 未收到事故報告 如果你說未收到事故報告 又好笑 全香港人都知道 香港機場現在是癱瘓的 機場管理局又不關你事 這次又不是政府了 現在政府很少 芝麻綠豆的東西 跟美國有關就關他事 然後 香港 每樣東西犯錯 又說跟政府無關 就是說 純粹變成一個 針對美國的一個戰狼外交部 整個政府根本不在運作 然後又說香港國際機場 啟動了緊急應變 機制 有甚麼緊急應變機制 是導致可以立即解決問題的呢 又完全是沒有說 即是說現在 香港政府一味假大空 一味 有理沒理出來跟你說 說我們有應對的 但是人家問你怎麼應對 如何應對 下個內容是什麼 就完全回答不出 甚至乎回答也不回答 真的是 水就會抽 香港政府現在不是開玩笑 真的廢到一個點 是 不論黃藍 也無法忍仇的 有大量 的資料顯示 全國機場人山人海 就是因為整個機場的系統 太多 公司的電腦是用Windows 徹底是單機 這次出事的 是叫做 就是導致 Windows 藍畫面 這個應該是防毒元件 來的 大部分電腦的用家 都不懂得做電腦 尤其是上班 就會往往說要找 IT同事 幫他做一些很簡單的動作 例如幫電腦進入安全模式 當 整個世界的系統一起 塌當時 IT同事當然不夠了 直接導致整個operation 癱瘋 其實事件正好證明了 香港是重災區 即是說 香港最口不對心 官方最反美 實際上香港用美國貨 是用得最多的 其實很正常的 香港本身是自由港 而香港本身是自由港 和國際金融中心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 美國看你抬氣 美國避免英國佬 美國自己要做生意 所以香港 是國際 大都會的原因 是因為 被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 當你是一個 跟西方相同的一個地方 現在 當然情況越來越危險 就是因為 作主的人 控制了這個地方的人 誓死要把這裏 變回中國大陸 拜託你們不要那麼虛偽 如果要變的話 全部人 不准再用微軟 要用 國內的OS 國內的OS 國內是有的 例如這個叫做UOS 而手機的OS 應該用鴻蒙 乖乖的 不准再用蘋果 不准再用 Samsung Android 不過又補充一點 雖然香港政府當然非常可笑 有嚇人憎 不過 我真的覺得 微軟絕對是一個 霸權中的霸權 全世界所有人 稍為對電腦有認識 都不會對Microsoft有任何的好感 而且Microsoft 就是因為長期霸佔 是電腦的OS 市佔率最高 所以 Microsoft做的事情都非常可恨 例如 要 四周圍 限制這個 限制那個 當年微軟被美國政府 控告違反反弄斷法 我也是有跟蹤的 不過已經是很多年之前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敬請各位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還有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敬請各位 記得幫手支持 好我們今節時間 跟大家講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